毛主席坐驾什么呀?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坐啥车? 即使一百一十五,以现在的眼光看,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坐驾或许不算什么,但是在那个年代,这些车还是相当壮观豪华的。 当然,这些并不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唯一坐驾,我们只是提取出其中较违背人公认的供大家欣赏。 毛泽东终身坐驾集思115,集思115为毛泽东坐驾,产于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,生产日期是1951年,此车为斯大林送给中国的五辆防弹车之一。 目前,俄罗斯还仅剩一辆。 防弹、防雷、防窃厅,集思115整个轿车自重达7.5吨,115长6米,宽近2米的车身,被安装了8毫米后的装甲,70毫米后的防弹玻璃,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,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。 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,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,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,能与前面驾驶仓隔开,既防弹又保密。 集思115这款车是领袖毛泽东终身坐驾,此车目前还能正常行驶,集思115收藏价值无可估量,据说一位广东富豪欲用10辆奔驰,S600交换都遭到拒绝。 没有空调,这辆车是跟随毛主席时间最长的专车,此车目前还能正常行驶,可是有谁会相信,毛主席乘坐的这辆高级轿车,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。 毛主席身高体胖,尤其爱出汗,一道夏天,车里如蒸笼一样,为保证安全,车窗不能随意打开,为降低车内温度,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,放上一个胜冰块的盆子,以此调节车内温度。 毛主席从没有对这种图办法感到不满,或提出什么要求,车内的兵盆就这样,伴随他都过了十几个延年夏日。 集思115没有后视镜大家能够发现该车没有倒车镜,确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,这是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强调,社会主义不能开倒车,而且该车一般配属国家元首, 出行规格级别很高,有卫队引导,因此也就取消了倒车镜的配置。 集思115毛泽东喜欢别人蹭他的车 毛泽东坐车很特别,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,却极愿意别人来挤他的车,因此,他的集思115里,经常会挤满了人,严重超载。 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匹炮后,欣然与刘少奇、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,一共七个人与毛泽东一起坐,在集思115里面,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,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拥挤。 在集思115的车厢里,毛泽东的心情便会变得特别舒畅,笑话不断。 毛泽东最怕一个人坐车,有时实在没人来挤他的车,他会把开道车和尾随车里的警卫人员拉来挤在自己的车里。 毛泽东是个生性喜欢热闹,喜欢被人簇拥的人,但到了晚年,随着他的威望越来越高,越来越被神化,他也就越来越显得孤独了,因此也很少有人再赶来挤他的车了。 铺着轴软鲜鹅绒的集思115那高大,宽敞的车厢也就越来越显得冷清,毛泽东只好在坐车时以读书来解闷,为此,毛泽东的专职司机便有了一项额外的任务,每次出车必须在后座上放上击了毛泽东爱读的古集书。 毛主席乘吉斯115处外市查毛泽东的国产座驾长春一气,是新中国建立最早的汽车厂,中国的第一辆国产车就诞生在这里,在一气轿车公司的展览馆里,存放着毛主席的第一辆国产专车,有意思的是这辆红色东风轿车没有后视镜,原来当时一气的工人们认为, 这是毛主席的专车,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向前进的,不能后退,所以没有安装后视镜。 毛主席的第一辆国产专车,东风现在我国主席的座驾,都是红旗牌特制汽车,第一辆红旗牌汽车,诞生于1958年,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,而车身则是自行设计,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。 这也是毛主席的座驾之一,红旗CA721976年,我国第一台加长轿车加长大红旗诞生了,不过遗憾的是,这一年,毛主席去世了,这辆车也就一直未能使用。 周温来坐驾红旗CA770,周温来总理一直乘坐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CA770轿车,红旗CA770车身冗长,流线型设计,是重大活动,阅兵式专用车辆。 此车型上海汽车制造厂仅出产二辆,十分珍贵,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和载体。 周温来总理曾用此车陪同西哈努克国王在上海检阅三军仪仗队,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,周总理就把这辆车,安排给尼克松专用,舒适的内部空间,加上平稳的乘坐感受,使得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红旗车,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 红旗CA770刘少奇坐驾红旗CA72红旗CA72,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标志和里程碑,它的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,收藏者要对红旗有深厚感情,对国产汽车特别偏爱,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。 这一车型陆续生产到1966年,此车在国内产量很低,保留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,目前已知的大约舞台,此车曾为刘少奇作驾,周恩来,陈以当国家领导人,曾以此车型为作驾。 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,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,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,至此,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。 1962年起,红旗车正式承担接待外宾任务,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里宾用车,曾接待过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,尼克松等很多国家的元首。 红旗CA72朱的座驾奔驰280S该车是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,是奔驰最初的三款S级车型之一,搭载的是最大功率,为140马力的2.8升发动机,并配备了顺滑的变速器以及准确的转向,108底盘,六缸直列汽油发动机, 车长4800兴1900兴1450毫米,轴距2750毫米,轮距1500毫米,空车总1937千克,手工四档,六缸,液压制动,立登,是现代S级车的鼻祖。 在奔驰车系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,宽大的内饰空间和舒适的全挂式,这款轿车成为各国皇室,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,上世纪六十年代重期,曾为诸德同志作家。 奔驰280S彭德怀坐驾卡斯69卡斯69吉普车是前苏联高二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,是瓦国第一批进口的十辆卡斯69吉普车中的一辆,是前苏联上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最为流行的越野车辆,主要是军方使用。 抗美援朝时期,彭德怀同志就是乘坐此车赴朝抗美的,在朝鲜战场上,彭德怀经常使用此车指挥战斗,转战南北,朝鲜与美国再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,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。 庐山会议后,彭德怀元帅曾多方寻找该车,希望将其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,但直至世事也未能如愿,留下了终生遗憾。 卡斯六十九成义的作家,福尔加M21,福尔加M21,前苏联高二机汽车制造厂55年出品,直列四缸,独立悬挂,车头上的标志为已知站立的小路,前站为上外驾欧式设计,立站,此车曾大量装备前苏联部级以上干部,中国进口量不多,目前已出现的国内收藏不超过三台。 是一款深受国内外收藏家喜爱的经典路老爷车型,这部车的主人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。